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叫《拜别与异照 华人本土史话书写的新史料与新视野》 那这个题目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最近呢出了两本新书 分别是白伟全老师的《拜别堂山》 和我本身自己的这个《易兆南洋》 好大乐 吴老师好 我们相信我们的接下来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外面的交通真的是非常的用途 那如果先作为第一组之谊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讲人 白伟全博士 那白伟全博士就像我说了 他是在新山出生 我其实他在新加坡出生了 然后在新山上学 然后在宽容中学毕业 然后到台湾深造读地理系 十大地理系 然后最后以地理博士的身份毕业 那他虽然是就读的地理系 可是他的整个的学习跟这个深造的过程呢 都是很专注于马来西亚的历史 尤其是马来西亚早期华人的这个社会史 经济史 他本身的专攻的内容呢 我就用他的书来介绍吧 他第一本诸作呢 就是书写新山的武邦如何整合的一本诸作 所以他就解决了新山华人社会的问题 然后做了很多用义山调查 去收集这些数据的 做了这样子的很扎实的研究 那之后呢到了博士的时候呢 就是把目光转向了 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拿绿 这个拿绿战争的地方 这个霹雳的西矿 怎么跟海峡殖民地 华人 英国人 马来人 全部交杂在一起 这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我们的西矿产业 与华人 与殖民地的关系 那接下来呢 第三本书呢 就是南洋密码 这个就是一本呢 以拿绿为中心 去开始进行了更多的 通俗的科普式的实话书写 所以一直延伸到今天第四本 这个《拜别堂山》呢 我觉得它还是继续在 这个本土的 我们地方的 史话的一个 通俗科普的路上呢 又下一层啊 再写多一本书 所以从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白韦卷博士的这个 学术的志向 跟他的社会的关怀 所以我们先掌声 欢迎白韦卷博士 回家了 非常感谢 刚刚莫家浩博士的介绍 然后也很高兴回家了 然后莫老师讲说 他用这个地主之谊的这个 之变然后来介绍我 其实我也可以用地主之谊 因为我是新山人 然后土生土长 然后也跟莫家浩一样 中学的时候在新山宽柔这边受教育 然后轮到我来介绍佳浩 就是说跟佳浩认识了很多年 现在是2024年嘛 然后我们已经差不多踏入40岁了 那什么时候认识佳浩呢 我在我15岁的时候 初中三我就认识佳浩了 然后他当时是我实地学会的教育股的组长 然后教育主要负责做什么呢 就要负责每一个礼拜六的会议课的时候 他就只有一个事情要做 就要跟我们讲故事 然后佳浩学长的故事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作为学弟妹都很喜欢听他讲故事 特别是在学会的那个过夜啊 生活营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厉害讲鬼故事 那各位先不要讲我们 我们不是在讲废话 就是说等一下这段经历 跟他等一下我要介绍他写的书是非常相关的 那在宽柔实地学会后来毕业了过后呢 当然他也非常喜欢时事 他也是学校时事队的代表 然后也参加过全国赛 那毕业了过后呢 他喜欢国际政治 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 就到广州进来大学去念国际政治 那硕士的时候呢 那佳浩的训练也是国际政治 到了北京大学去 但是读完硕士之后呢 在马来西亚当时都其实很 开始有一股很本土的风潮 就是大家开始来关心本土 然后佳浩其实在过去十地久以来呢 其实也非常关心心山的故事 然后每次可以从他口中听到心山的故事 所以到了博士的时候 佳浩就去香港中文大学去念历史记 然后在当时候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像刚刚佳浩介绍我是做心山的这个华人社会 但是呢我自己做心山我有一个感受 为什么我的这个博士论文会到哪里去做 会到太平去做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到 很多人在做这个华人社会的时候 都是从新加坡马六甲槟城这种大城市 而我就自己觉得说我们要跳到小城市去 那到了佳浩的时候呢 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课题 他选择什么地方呢 因为刚好当时耳边家来发生大事 就是那个要做一个开发 然后发展石化工业 那边的村很多一个一个的都被牵走 然后义山一个一个的被挖掉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佳浩就跑到去边加兰那边去做义山的调查 然后去做很多的访问 然后后来在博士论文的阶段 佳浩也在边加兰每一个地方都做口述 所以在口述的过程中 其实他调查了很多非常在地的很田野的资料 这些资料绝对不可能在国家档案馆找到的 都是他去问出来的 当然这些故事本身背后都是包含了一个大的历史在背后 所以佳浩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所以毕业回来的过后呢 佳浩就回向服务 就在南院服务 然后在我们的华人族群研究所那边 他的研究员 那后来呢 就在这一次的出版里面 佳浩当然在马来西亚也写了很多的专栏 所以如果各位在新宗日报有关心这个专栏的话呢 都会看到佳浩的这个蚂蚁学人的专栏 有写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而且产量非常的大 那后来也出版了这本《易兆南洋》 然后去谈马来半岛的人鬼神兽的故事 所以佳浩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特别是一个大家有兴趣的鬼故事 民俗故事 他基本上都在这本书里面 谢谢 谢谢伟全的介绍 我觉得我应该要到天桥下面 开个档讲鬼故事比较适合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话 那我觉得伟全应该就属于一个 能够把东西调理化的人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还是要先请伟全去回答一些重大学术课题 是 请问什么是《新南洋史》 是 我们这两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呢 其实有引起了部分的讨论 就是说大家看的主要都不是看我们书的封面 大家看的是引起讨论的部分主要是在我们的书腰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蓝色的部分 或者胶红色的部分 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做新南洋史 然后摆脱中国中心 汉族中心的这个模式 那首先所以在今天这个分享里面呢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新南洋史 那基本上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讲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既然讲新南洋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南洋 那既然我们讲的是新南洋史 到底我们所谓的不新的 或者过去的南洋史到底是怎样 然后那民间对于这些我们的历史的认知 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 觉得说民间目前的认知对我们来讲 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那究竟我们要什么样的南洋史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会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议题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什么是南洋 我相信南洋这个名词 对于各位在座各位一定不会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小的时候呢 经常就会听到老一辈讲说下南洋 或者我们的祖先在南洋 来到南洋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也听过南洋大学 那特别是我们在新山的朋友 我们至少都看过一套戏 那套戏叫做故所南洋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南洋是不陌生的 那什么是南洋 基本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少讲南洋 是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 去指称这一个地理区域 那一个名字叫东南亚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常讲说 我们在东南亚开东门的会 就是所谓的东南亚 所以那基本上南洋跟东南亚的差别在于 东南亚基本上是到了战后的时候 比较流行的一个用词 跟着一个二战美军 他们去规划亚洲地区的这个军区 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来看南洋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到南洋这个东西是很社会的 而且是很有它自己的一个族群 或者对我们华人 特别是从中国来的时候 对于所谓的这片东南亚呢 有一个无限的想像 究竟这样的一个无限的想像是 出现怎么样的画面 我想可以从一些当时候的人 去讲南洋这两个字的时候 所带给我的画面 第一个就是以前我们的这个教科书 真的有一种教科书叫做南洋公民教科书 或者南洋什么什么的教科书 那你们发现到他们在讲南洋的时候 那一个书的封面 一定除了有华人之外 或者哪怕那两个人站在那边都是华人之外呢 他一定要放一棵椰子树 然后一定要放那个高角度 他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南洋 如果后面放的是那个中国的塔 或者那种中国的建筑的话呢 那个就不南洋了 所以南洋会有一个很特殊的那种内涵在里面 那我们打开这种课本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到有一个那些课本里 南洋课本里面呢 就有一些很特别的用词 我相信在中国的原乡里面 可能大家讲巴沙 可能不会没有这个名词 只有在南洋的时候呢 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名词 而这个名词呢 我们发现到不完全来自中文 而是来自马来文 甚至更远一点的阿拉伯文 然后在这个画面里面喔 除了华人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穿沙龙的啊 或者穿一些像那种巴朱跟玛丫的衣服的人喔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讲南洋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多元的 很多不同的族群的元素在里面的 所以事实上南洋其实就是确实 除了华人之外 那南洋的华人 我觉得跟原乡的华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内部有很夹杂的 或者融合了很多的族群的元素 那除了我们华人 会把这个地方叫南洋之外喔 如果我们不要以华人为本位 我们站在马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马来人他们也是有一个想象的南洋 只是它的名字叫做Nusantara 在我们学校喔 在新纪元那边有一间房间 叫Nusantara Room 那在设计Nusantara的时候 那个设计师很特别喔 就像我红色的那个部分 那个画面 它一定要画成那种皮影系 然后画成那种像印度的 马来的那种皮影系 然后那个就是Nusantara 所以同一个地方 如果是用不同的族群来讲的话 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想象 跟诠释会有不一样喔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南洋 南洋就是混合了各种各样不同族群的 多元的这个特色的一个场域 然后呢 但是在过去喔 我们在看南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 特别是在华人的部分喔 会有一个对于自己的一个认知喔 那个认知 我这边我自己做的一个归纳就是有两个特色喔 第一个特色就是很悲情的 就是说啊 你看我们以前多么辛苦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又被打压啦 或者以前是怎么怎么样喔 我们后来才发展 经过我们的努力才这样 所以我自己在翻阅那些文献的时候 就发现到 以前的人在讲以前人的故事的时候 往往都会把那个人讲到 他的故事的故事限定是以前很辛苦 然后呢经过很努力 然后呢就就可情可见 省之简用 我们就赚到了钱 然后最后呢 就对这个社会呢充满了贡献 那除了悲情之外呢 所以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呢 很多的贡献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像有些书 可能就写说 我们这个拓子难押 我们是很有贡献的 然后我们有时也会听长一辈的长辈说 就是说欸你看马来人可能是比较懒惰的 所以这个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过去会慢慢的形成 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个马来学诊 就出了一本书 就是《懒惰土著》的迷思 在探讨土著为什么会懒惰 到底他在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是懒惰的 所以我觉得南洋史 非常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本位 然后还有一个 当然这种所谓的 刻苦耐劳 或者很悲情 当然不是凭空就发生的 那确实也是 也是很悲惊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七八十年代以来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社都 发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 包括政府打压中文 政府要对付哪一些华文的报章 或者我们的这一个华文教育 如何我们华人的受教权慢慢被剥夺 这个悲情对于产生之这个历史 那这样的一个华人生活在这边土地 被感压力 就觉得我们处处被打压 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在新山我们 在座各位都有 老新山又有经历到 我们柔佛古庙 那个山想要被拆啊 或者马六甲的这一个三宝山 也要被重新拿来发展啊 或者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要发展华教的时候呢 因为发现到呢 有些人就跟你讲说 你看你要办华文的大学 很像铁树开花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所谓的悲情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在过去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过程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对于我们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跟冲击 那在那个历史过程过后 往往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都 别人都比较 对我们很差 然后我们 其实我们做得很好 然后别人讨厌我们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很容易会 会进入一个思维 就是这个思维就是会 里面全部是华人 然后这个世界里面 好像没有其他的足球 特别是我们自己 在看我们华人的历史 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我们的 我觉得啊 就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 我的看法 和你的看法 应该 我可以说我基本 赞同你的看法 有点点 稍微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就是你认为可能 很多时候 我们华人是以 以自我为中心 去看待这个世界 那这很正常 大家都是这样的 所有人认知世界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认知 但 我觉得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是种 普遍的一种 民间的历史的认知 它的差异是在于说 当我们 意识到我们 华人是在 其他他者之间的存在 就是 Chinese among others 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时候 那我们却会把他者 视为是 无所谓的一群 就是啊 不要紧 他们就是那样的 他们就是这样的 或者 他们是谁 我觉得不重要 对我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 差不多可以讲 是我的共同点 只是我会多 多加一步来讲 就正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习惯用一些固定的角度 来看问题 那也就导致我们 对很多事物的观点 其实它是 有一个很牢固的定见 就像我们 虾子摸象这个故事这样子 因为我们习惯了 从这个角度去摸 所以你的象 也就长那个样子 所以 换句话讲 如果能够今天 透另外一个角度去摸 你就会摸到 另外一种景象 那我们能接受 越多种角度的话 那其实 以自我为中心看待 看待历史并不是问题 而是你能不能够 转移自己的位置 尝试用其他人的角度 在看待那个历史 那你能够越做到这一步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能看到 越多的不同的事 是 所以 那当然我也 其实江浩刚刚讲的 我也是赞同 就是说 其实正常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 我希望 如果我们再私心一点 或者说 要再 如果可以跟过去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希望 就是说 当然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 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脱 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心 也就是说 因为南洋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说 南洋是一个很多元族群的 但是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却看 好像没有 看到别人好像是比较模糊的 那如果可以回到一个多元的本位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贴近历史的真相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 一定要回到多元的本位呢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那我以前新年的时候都会去云顶 去云顶那边 去赌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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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看而已 对对对看而已 然后在半山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到呢 诶有很多华人在拜神 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们拜神 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一定是土地公的 然后 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很正常的土地公 这样子的 然后我 我在新山 比较少看到那个神龛里面 会有印度神 可能现在有 那早就比较少看到 然后呢 我就看到神龛里面 拜两个印度神 那两个印度神 我都不知道 我都叫不出名字 那当然我就觉得说 我比较小 要问那些长辈 特别是在拜的人 我就偷拜他们 在拜 拜到每个人都很热衷 那他们应该会 拜什么 他们应该会不知道 那结果我就去问他说 诶 你拜什么 他就说我拜这个土地公 我就说我不是问你 在拜土地公 这个我也知道 那土地公 那两个 他旁边那两个印度神 是什么神 然后他的答案是 我不知道 那我就讲 不知道你有拜 他就跟你讲说 反正就 有神就拜 他就保佑我就好了嘛 那我就觉得说 诶 那因为当然我们在读书 正在读书的人 因为被考试绑住 都会觉得说 诶 为什么你在做这个东西 你会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 你可以再多 踏进一步去理解的时候 诶 是不是这个世界 会不一样 或者你对于 别的族群的理解 会不会偏见 会少一点点 这个是我觉得 私心啊 那 那 那 我自己的 切身的经验呢 也是我有写在这本书 我的这本 这个 《依照南洋》里面的 一则故事 就是在 在 在 新三医院叫 德洞交话的地方 直落爪 在那个地方 我 我去看他那地方的 中原普渡 然后在中原普渡里面 我 我意外的发现 他们普渡的时候的好兄弟 有华人的好兄弟 也有 欢南的好兄弟 就是 凡人的好兄弟 就是 马来好兄弟 就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会拜 马来好兄弟 所以 跟刚才 伟权说的这个叫做 我不知道 有时就拜咯 不知道 这件事情 我照做 那我们其实也 往往会看到的是 很多人他做某件事情 你可以 然后我们会 收集到一种 他的 他方的历史 他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 比方说 我就问 为什么要拜这个 马来好兄弟 他说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拜的吗 我们以前在那个地方 我们有跟阿渡公 阿渡公每年中原的时候 我们前面就放两摊 一个是拜唐人的 一个是拜藩人的 就拜咯 所以 对他来讲 我觉得很意外 很奇怪的东西 可是对当地村民来讲 这才是正常的 在他们的村子里面 这是很正常的 他们自古以来 其实他们的自古以来 也是从三十年代开始 不过对他们来讲 这个就是自古以来 从出生开始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 学习跟研究的过程里面 我就体会到 其实很多时候 宏观的历史的路数 我们常常要去到 路易关的路段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原来同一个历史的故事 会有不同的表现 当我们去到一个小乡村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是他的华无关系 是用这个故事 给你去理解的 然后这种 我们都是在阿渡公的保佑之下 所以不管华人还是马来人 我们都在拿出公的保佑之下 所以拜的时候 我们华人的鬼也要拜 马来人的鬼也要拜 它形成了一个结构 所以这种威观和宏观 两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是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南洋史或东南亚史 他都应该要充分去处理到 让我们再可以 再理解它的复杂的过程里面 进一步的 朝更完整的南洋的这个图像去靠路 所以有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个 这个问题 这个 我觉得 有两个角度可以 有两个案例可以去讲 第一个案例呢 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前辈学者 比方说许云桥 许云桥 他实际上呢 他实际上呢 就在南洋学会 还有这个 这个南洋研究方面 他是 算是20世纪的一个先驱 那跟他同辈的 还有很多啊 其他的学人 都朝这份努力 那 许云桥全集呢 这个也是最近刚出版的 那这个全集跟南院是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 这个全集最初的计划是 从南院开始 正良树老师 去和创家协会 结洽合作的 那后来正良树老师 这个 也退休了 身体状况不适 那时候呢 里面的另外一个成员呢 就是我们的廖文辉老师 新纪元的廖文辉教授 就接手正良树老师的工作 继续做 所以这个也 最后完整出版 那 我觉得像许云桥这种 这个 这样子的这种 前辈学人的这个 做法 是 它其实是一个典范啊 就是 南洋史料怎么做的一个典范 虽然那个可能 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 时代的事情 那 另外一个呢 突破点可能就是 像 我们的 文史的前辈 阿华然老师 他以前 有找 这个 出了一本书 新史料新四角 青年学者 论青山 然后那时候 就是要找有些 青山的人 而且也必须是青年 然后那时候 我们还年轻 所以 刚好在里面 所以刚好是青年 那个 如果是今天招我写 我就没有份了 因为我已经 四字头就没有份了 所以 还好那时候 头发还多一点 所以 这个 那这个 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 它其实就 罗列了 我们找了不同的人 对不同的课题 然后大家都 其实 不约而同的 都在用不同的 跟过去不一样的材料 和视角去看待 过去一些 其实已经 可能从 八十年代 就在讨论的话题 我们在现场 还有我们的 舒庆祥先生 这个 最近出了一本 五百页的 这个 新三新旧故事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前辈学者 所以我们讲的东西 很多东西 他都谈过 但是 我们 在这些 前辈的基础上 我们换 一个 新的视角 或者增加 新的史料 我们进一步 去讨论它 那我觉得 这两点 可能都是 在 所谓的 现在的东南亚 或者南洋研究里面 我们普遍都需要 可以借鉴的 不知道 委权怎么办 是 确实可以借鉴 因为 如果我们以这一个 许云桥 老师的 这一个作品来看的话 其实 你讲说 所谓的新 是不是很新 其实也不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早在 许云桥老师 时代 已经 已经非常把 这样的观点 其实从族群本身 放在 一个更 广域的 东南亚本身去看 所以 假设我们打开 许云桥拳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在过去的人 他已经在看好了 已经在关注 不是只是 关注所谓的 华人史 而是关注 像南洋史 或者 关注 马来亚 甚至 跟马来亚 附近的 北大年 甚至会 关注 南洋的 鲤语 咸螺语 甚至 你觉得 明天信仰研究 在现在 好像才很 这个 兴盛 可是在当时候 其实你就会看到有民间信仰 宗教的研究 之类的 所以 其实 南洋所谓的 南洋就是回到在地 然后 从一个地方 然后跟 多元族群的视角回去再看 回我们这样的一片土地 所以我想 其实 新南洋史 它不是在说 我们要去写新的 南洋 这个南洋 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可能更多时候 我们是重新去 书写南洋 重新去讲述 南洋的故事 而 我们讲的内容 可能 其实前辈学者 他们都有提到 但是我们可以有新的视角 跟新的史料 去讲同样的东西 然后 然后 与此相对的 就是 我们这个 像廖文辉老师说的 70年代以后 我们的整个南洋研究 朝 华人研究靠路 那可能是时候 我们要revisit 重返 这个 南洋研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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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 这个思潮 或者说 或者说 那种所谓的史话式的一种 一种书写 因为它绝对不可能会断开 或者是 很多的资料 其实都是一直在累积 然后我们 在用前人的部分 或者 前人所 当时所找到的这些资料 然后我们在 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观点 然后再去处理它 所以我想史话式的书写 像我们今天这两本书 其实都是 大家 我们两个人的专栏文章 那这种 史话式的书写 可能就只是 我觉得 可能在南洋史的书写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 很 很 很基础的一种写法 一种初步的一种做法 为什么 因为 南洋史包罗万象 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从这种资料的收集 表述 可能就是它的最早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 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但 但我们回到原点来看的话 那接下去 我们就 大家要各自介绍一下 是 我们是怎么讲 这个 实话是怎么书写 对 南洋的故事 就是说 从我这一本来讲 那这本叫做 它的书名 完整的书名 叫做 《拜别唐山在马来 泛岛的异域重生》 其实它很强调的 其实除了《拜别唐山之外》 指的是 《拜别》或者《离乡背景》之后 它很强调的是所谓的 在异域重生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书写 我这边分成三个部分来去讲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每一个部分有大概六个 每一个单元大概都有六个故事所组成 然后这六个故事 我都稍微归纳一下 变成三个单元 首先第一个单元呢 我把它命名为叫做 《这才是华人社会日常》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们刚才讲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 看待自己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迷失 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自我中心的 角度来去看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往往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是以前很辛苦 我们是鼓励猪仔的后代 我们的祖先都讲 我们是他们以前卖猪仔的 来的 我们上一边是卖猪仔来的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可能如果你真正在去看的话 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 然后呢 在过去的另外一种生活日常 叫做慧党 或者我们现在俗称的私慧党 然后在过去 发现到人人都是会 好像都是私慧党啊 然后很多人就讲说 老一辈的不一样 老一辈的私慧党 其实他们很有益气 就像天地会组织一样 然后所以我们往往对于 这个所谓的慧党本身呢 或者我们常常对古人啊 有不一样的想象 觉得古人就应该是如何如何 可是实际上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古人跟我们到底差多远 这是另外一层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从日常生活角度来去看的就是 在过去 在马来西亚有两个重大的产业 一个要嘛你是来采矿的 要嘛你是来种香料 种橡胶 胡椒干蜜都好 要嘛是矿业 要嘛就是农业 那在无论是矿业或者农业的部分 你会发现到 这些劳工都要吃饭的 到底这些人 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的 吃饭啊 抽鸦片啊 到底对于整个社会 整个马来半岛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趣的 因为他的生活日常 那另外一个生活日常 是我最近这几年才觉得 他是生活日常 在过去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疫情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最近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疫情很惨啊 然后把我们封锁了两三年啊这样 但是呢 我就自己 我家里有一份文件 是我外婆的一张 中斗证书 他是广东人 他是从香港要来新加坡 上船之前就打了一个中斗 中了斗之后呢 就给他一张证书 要贴他的照片 然后呢 然后就发现到 哎当时好像人人都有中斗证书 然后在翻查当时的报纸 你偶尔就会看到呢 哦 曼谷发生天花 哦 哪里哪里哦 又发生破乱 来到新加坡呢 这个船子 如果是从曼谷来的 或者从广州来的 你要禁港持天 什么叫禁港呢 就是你不能上岸 你要在外面隔离 所以他动不动就隔离 哦 有时曼谷发生这个疫情 有时印度发生疫情 有时越南发生疫情 有时广东发生疫情 有时福建发生疫情 就很日常啊 哦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过去的时候 疫情继生活的时候 对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的现状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还有另外呢 我们经常在讲 马来西亚 可以双国籍 但是你发现 你翻开历史的 这个 一些材料 你会发现到 不是我 有很多人双国籍 那这一群人 在当时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我会把 这些小篇章 把它当成是 社会日常 然后我们对于过去 有一定的想像 但是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这样 哎 又不一定 OK 然后另外一个主要是在聚焦在 我自己的 博士论文的地方 就是拿绿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太平 然后主要都是 拿绿的故事 为什么会特别选择拿绿 拿绿在过去是 整个北马 或者是当时 甚至在某一个时期 是整个马来半岛最重要的矿局 那边有很多人 那曾经发生了 十年的 间断断的这个 蝎豆 然后呢 整个马来半岛进入殷殖民 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又是从拿绿开始的 所以我们发现到 觉得拿绿 其实等于是一个 整个东南亚 或者整个南亚华人社会的一个缩影 所以包含了 当时后的这个妇女 在拿绿战争之下 她的命运是怎样 然后还有我们很熟知的 这个Mangali 拿绿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西克人的移植 到底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呢 我们时常去这个医保大钟楼 原来医保大钟楼 背后跟拿绿战争是有一定的故事的 那我们在吉隆坡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迦兰马拉达迦勒拉 可能它全身都是birge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拿绿是一个很大的历史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那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的第三章 第二部分才会把它叫做拿绿的演绎 它的精彩深度 就像我们这边的三国演绎一样 然后呢 第三个部分 我会把它叫做拜别唐山的华人 这些人呢 主要都是一些拿绿的框架 但是呢 你会发现到其实在拿绿 有他们的踪影之外 你会发现到在槟城 或是在医保的路牌上面 你看到的这些你觉得很医保的人 基本上是来自拿绿的 或者你发现到在棉栏 这些华人 他可能也跟槟城 或者跟拿绿这个地方 有一些些的关系 然后呢 另外我们香港 离我们这边很远 那我曾经就在这个 太平这个地方 有一个会馆 叫真龙会馆 那里面呢 就有两张照片 一个是奖壁丹 郑景贵的照片 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捡坡大的 肥肥这样 像袁世凯这样 那结果呢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然后一查不得了 他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主任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奇怪喔 这些华人之间好像 拿绿的这个会党老大 跟香港的大学的这个文学院的主任 既然会有一些渊源啦 所以在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 不同地方的人的连接关系 你想不到的人 可能他跟你有亲戚关系 就会有互相影响的 这个是这个大纲 所以主要的部分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以太平为中心 然后里面的故事就是 扩展到整个北马的范围 后来我就跑到北马去做研究 就比较关心北马的部分 那这样的一个圈圈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北马圈圈 北马的圈圈是怎么来的 那主要是这样 其实我们要讲以达律为中心 如果再讲更精准一点的话 它是以槟城 甚至我们讲的乔治寺为中心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发现到 这个雅琪的胡椒 原来是卖到槟城的 然后槟城的这个雅琪胡椒 所要开发的资金来自槟城 那我们发现到 普吉岛九王爷有产锡 然后呢 这些产锡要的矿工 从哪里来 从槟城去 然后采完的锡矿卖去哪里 卖去槟城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你去普吉岛 你会发现它跟槟城 它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霹雳的甲壁丹 这样平时住在槟城 然后苏门达腊有个地方叫阿萨汉 在棉兰南部一点点 就是你看到一个 比较光头的那个人的那个地方 它这个甲壁丹也来自槟城 然后泰国南部的这些领导人 也是以槟城based的 所以这个区域 这个圈圈 它会有很密切的 这个人跟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边就 我们就各举一个例子 我跟教律各举一个例子 在讲说 我们这本书里面具体 在讲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 其实我们要破除迷思 然后破除迷思 怎么会破除呢 这边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平时 老一辈如果我们讲说 我们的先辈是卖除载来的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 除载的后代 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些神话 我们这个人 我们大家都应该 对他不陌生 他是陆佑 在新加坡有陆佑路 KL也有陆佑路 香港也有陆佑的这个大楼 那陆佑呢很特别 就是他以前确实很穷 后来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小小的来到新加坡 他跟别人一样 就是做这个杂货店 我们就帮忙 可是做没有几年就存到了钱 然后就到哪里去开了一个生意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故事 变成是一个南洋华人打拼的一个佳话 就像你现在去到太平 你还可以看到有人讲 有人讲 在这个长凳 讲说这个长凳呢 曾经在188多年的时候 陆佑 他讲他还没有这么有钱的时候 也算是一个小老板 那躺在那边 那个三王爷就托梦跟他讲 你要去南部发展 一定会成功 结果就成功了 那个椅子还在 所以各位有去太平的时候呢 可以去那椅子坐一下 可以睡觉更好 看会不会做梦 OK 然后那这种神话 其实到处都有了 那我们对岸的新加坡 也会一直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新加坡 也就是小愚蠢 我们的先辈呢 都是最穷最穷的贫農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冒险精神 当然这种话 无论是鼓励租宅的故事 鼓励租宅变大老板的故事 或者小玉顺的故事 都一直在鼓励出我们 那到底我们的过去是不是 真的这么 每一个人都这么顺遂 因为我们是读地理的 所以我们先从 我站在地理学的角度来去看 当然实地不分家 我们先从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租宅跟契月劳工 这两个 一个是俗称 一个是学术上 大家都不这么称 就是说你如果是租宅的话 你要嘛就很穷 然后穷到呢 你船票都没有钱买 那你去设账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才透过工作来抵债 然后工作的时候 是有签约的 然后到最后呢 你一边做工 又喜欢赌博 又没有娱乐 又抽鸦片 结果就一直有部分 翻身了 永远都是欠债 永远都没有办法为自己俗胜 或者恢复自由胜 所以你的人生的自由 或者在哪里工作 其实是完全被受限制 那另外一种是自由移民 自由移民就是 通常是来这边投靠亲戚 来这边做学徒 当然是不是很辛苦 当然很辛苦 因为学徒也是 要睡在店里面 生活也是很困苦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两个概念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实际的情境 到底会跟哪一种比较像 我们再来看在过去 在过去的时代 在我研究的哪里 太平这个地方 当地的马来统治者 就跟英国人讲一句话 比如说 受访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们这边最早的时候 森林开发的时候 大概会来的人呢 至少会有10到20%的苦力死亡 如果呢 这个地方是刚刚开的 以前没有人来过 如果从原始生意 就开成有情况的 大概会50% 所以他讲说 这个地方 其实在马来半岛内陆 是最穷的人才会来开 那普通人都不会来 所以 当然出于那个死亡率 我们从人工程的角度来看 那第二个 第二个是 就是在棉兰那边 日理王国的甲碧丹 他叫做张玉兰 然后他 他有讲 就是南来的时候呢 你在航行 还没有到 他基本上会死三分之一 然后来到了南洋之后呢 他又再死三分之一 所以总共加起来 死了三分之二 对不对 然后呢 所剩的三分之一之中 如果你要讲说 很克勤克解来致富的 其实很少 一百个可能只有一二 可能只有一两个percent 那后面前面的死亡呢 OK 好了 那我们再讲了 这一个拿绿的例子 我们也看了棉兰的例子 到底南马怎样 这个不晓得是南马的 这个 Case 还是沙老月的Case 这个 他就讲说有一个无家人 在开发的时候 他招来了五十个苦力 然后呢 这五十个人来得过 半年里面呢 这个死更多 死了四十八个人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圆秋开发完了吗 还没有 只开发了一半 然后 然后又再找另外五十个人来地补 然后里面又死了三十六个人 所以死亡率很高 那差不多八十四个percent 我们疫情死亡率大概零点多 早期马来亚开发死八十四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百分比是多高的 所以 在这种事实告诉我们 其实在那个时候 死亡死很多人 是一种很正常的 那除了来到这个地方 环境不适应之外 那当然这个地方也很危险 自己不要自己去外面走 因为动物很多 有一些欧洲人就讲说 有没有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边缘出现老虎 然后甚至呢 我们Joho以前还 花钱鼓励你去打老虎啊 打鳄鱼啊 打蛇啊 之类的 你打到的这些动物不会做了 还有奖金 然后呢 另外一个也是口述 那以前的人的 这个讲话的记录 那这个人是迪玛酒的主讲 迪玛酒就是最近引起热议的一个威士忌 他真的有这个人 这个人命名太平 太平是他命名的 他当时管理霹雳的时候就讲 他就看了报告 那报告的人就讲说 我们今年呢 死了两个人 有两个人被鳄鱼吃掉 他就说 不错耶 今天才两个人被鳄鱼吃掉 你想一下 如果换成今天 有两个人被鳄鱼吃掉 是一个很大件事 那在当时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然后他觉得很欣慰 那到底我们在讲 这么多人死 对不对 那照理说 这人其实是没有留下后代 那如果我们再去田野调查 来看的话呢 其实在当时候 我们先看男女比例 这些人是不是可能留下后代 在当时 英治时期 1870年代的时候 整个霹雳 那时候已经开发完了 大概有什么2万个男性的华人 那女生其实只有大概1200多 所以基本上这个女生 是不是人家的老婆 这不见得是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是我在太平的最老的一山 找到的一个墓碑 这个可能字有点萌 可以念给大家听 通常立碑的人都是儿子立 几大房的孩子立碑 可是这边有发现到 越早期的墓碑 都不是儿子 孩子帮他们立的 那有些是同乡 那这个是叔叔立的 还有一些是同乡的 不同姓的人帮他们立墓碑 所以说 从这种数据来看 那我们是不是苦力的后代 看起来好像 当时苦力就已经死完了 那后来 这个环境慢慢被寻化之后 慢慢的 适于人居的时候 我们的组建才来了 所以你回去 所以看一下你自己家族的历史 可能都是来投靠亲戚的 那属于自由黎民的category 所以 那看得过后 可能我们的想法不见得就是说 我们是很辛苦啊 我们是苦力的后代啊 可能辛苦的人 那些人是我们要尊重的 我们是不辛苦的 我们要感谢那些辛苦的人 不是说我们是那个辛苦的人 这个是我觉得的一个案例的迷思啊 讲到 是 那个 感谢 我觉得委权的介绍是很有系统嘛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 以拿绿维哈的这个核心出发 然后旁针波蕊 去讲述一个 没有 我们其实都不是苦力的后代 那苦力呢 大部分的苦力呢 都已经成为无主孤魂了 都没有人祭拜 我们其实是后来者的后代 那 那 那我自己呢 其实 我这本书《易兆南洋》呢 他的《拜别堂杉》 刚才我也觉得《拜别堂杉》 当然 里面 我觉得讲福利作为例子是很棒 那当然我《易兆南洋》呢 大概就如他所愿了 应该要多讲鬼故事了 那我的《易兆南洋》 其实也是一个蛮刺激的一个题目 但是 其实依照的 我会选用《易兆》这个字眼 其实不是说南洋是假的 而是说南洋这个概念 就如安德森所说的 其实这个 近现代的民族主义 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那在近现代民族主义 来到南洋之前 其实南洋会不会也是 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 而且是不同的人在想象它 那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如果以华人 作为一个主体的话 那华人是怎么想象他自己 在南洋的身份呢 那我在我自己的书的导物里面 我就引用了几个学者的观点 去解释这个问题 那例如像 安华然老师的观点呢 他就有一个树根理论 就是说 海外华人呢 来到了这个新土地之后呢 他在这个土地上成长 那这样子呢 他结出来的果 他长出来的枝 就会跟他在原乡本来的那个果 那个枝不一样 所以呢是 同一种树 可是在不同的地方 根植不同的地方 就会长出不同的东西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老师 博士论文的老师 蔡志祥老师呢 他的观点呢 就认为说 其实华人呢 来到这边呢 就在他者中生活 可是 华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作为 在人家眼中 他是一个他者 他就通过强调自己的中国性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或者是一个华人的身份 来满足 来达成一些他所需要达成的目的 也就是中国性 华人性 这个作为一个中华属性呢 不是他天生的 而是他会因应这个生活的条件 他需要强调自己的事 这是他所强调的一个 就是 怎么让自己成为一个重要的他者 而强调自己的华人属性 就是一个成为 在南洋重要的他者的一种方法 然后 在右边的那样呢 就是我们的同辈的 一个年轻的 一个学界的伙伴 孔德威博士 那孔德威博士 最近提到一个概念 是很有趣的 他认为说 其实东南亚的华人 他有一种 便携性的 一种 Portable Chineseness 这个华人性是便携的 也就是说 他在某的场景 他就会强调我是这样的 那某另外一个场景 就强调我是另外一种华人 就要看今天他在哪一种场景内 他就会选择他的文化里面的某一块去认同 去展现出他的认同 那我自己呢 在我自己的导致里面 我是比较大胆 我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认为 这个华人是有量子物理学的那个 概念可以去理解的 就是他是一个叠加态 Super Position 什么叫叠加态呢 就是 有点像便携性的观念 但是我认为 其实不是他在选 而是这些东西他同时都存在 只是问题 今天你 作为一个外部观测者 你在看这个华人的时候 你想把他看成怎样的华人 你如果想不把他当成华人的话 他就不是华人 你想把他当成华人的时候 他是华人 你想把他当成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是中国人 所以你怎么看他 所以你怎么看他 而在他身上都存在这些特质 这个是 那不管怎样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华人这个字眼 或者中国人 华人 唐人 都好 这个字眼本身 它有很多重的意义 那这些多重的意义呢 很多时候 它不是与 它既是与生俱来 但同时它也是想象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在南洋书写 在南洋史的书写过程里面 这个本土史话书写 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块 但是这一块呢 实际上现在 它很长一段时间被 被忽视了 被漠视 它曾经非常的流行 就像王若玛老师都非常关注的 这个也做过研究的 那种白野的这样子的 这种本土书写 矿国乡啊 美景啊 他们还有很多 南洋学会的前辈啊 其实他们 不一定都是学者 但是他们都会 以一个马来亚 或者是南洋 或者马来亚 或者新加坡的角度 去写我们这个地方的故事的时候 他并不强调自己是个华人 而是强调自己是 一个南洋的居民 一个马来亚的 即将成为国民的人 或者是马来亚的国民 或者一个新加坡人 或者后来的马来西亚人 他们很多时候 是从这个角度去写 去讲述那个故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华人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华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像这样子的内容 包括后来的南洋文灾 其实充斥了整个五六十年代的 马来西亚的书店 马来西亚的这个出版 中文出版物 虽然是中文出版物 但它并不是以华人为中心 在讲述这个地方的故事 但是这些东西在七十年代之后 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知道整个种族政治 走向另外一个阶段之后 就出现很大的变化 那我这本书呢 这个就像有人 有些前辈评论的 其实就有点像是对 白眼的书写 进行一种致敬 所以从我的书呢 这个目录里面 你可以发现 就跟刚才伪权不一样 伪权的目录是 每一个目录呢 都每一个题目 你都会看出 它要讲的故事大概是什么 而我的偏偏就是 不要让你知道 我到底要写什么 因为我希望读者 能够翻开来去里面看 去解谜 去在里面寻找这个 遗照的一个南洋 这个南洋 充满想象的一个 一个趣味性在哪里 所以我的第一个 除了导入以外 我的第一章 历史的这个语境 其实讲的就是 很多在这个土地上面 发生过的事情 可能是很远古的 可能是马来世界的故事 也可能是跟我们华人 比较接近的一些 本地的华人的故事 但是 这一章主要探讨的就是 历史有很多地方 是无法完全 有很好的证据 给你讲述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是要通过 旁敲撤击 通过对历史的想象 去捕风抓影也好 去描绘也好 去寻找一种可能性 而在这个土地上 其实可能性是 有无限的可能的 所以只要你愿意去想象 其实很多我们 过去思维是定见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去 进一步的去思索 去探索 所以怎样在历史的余境里面 爬树出一点 一点火描出来 这个是这一章 我们来讲的 其实看起来没有录 但是可能他还剩下 一点机会 我们可以讲一点故事 那第二章 三个海之间就是 以我在边加兰的 这个田野的经验 去讲述边加兰的故事 那等一下我们有一些 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跳过 等一下再挑一点例子来讲 那编程序式 那就是星山的故事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 具体的例子来讲 那边加兰跟星山 两个故事是很不一样的 边加兰主要在探讨的就是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乡村 它有很多个村子 那这么多个村子 在我们外人眼中 它叫边加兰 那其实它不是 它有很多 村子内部还要在分 你是哪一边的 我是哪一边的 然后他们怎么用 他们的日常生活 来确定他们自己 自身的边界在哪里 那星山的这一块呢 我们星山是一个 有比较多路数的地方 也是因为南方 南方大学学院 就在星山 也是因为有很多 前辈学人的歌运 所以星山是一个 有很多故事的地方 很多已经被讲述过的 故事的地方 但在这些 讲述过的故事里面 是不是还能够 去提出新的说法 新的可能性呢 所以一些史料的重新阅读呢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 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这一章 所以跟刚才的边加兰 那个是不一样 边加兰是缺乏史料 我们就是要下去做 新山就是很多东西都 已经给人家讲过了 我们再重讲一次 可能可以讲出新的东西 那这个就很简单啦 这个基本上到了 神鬼人送的部分呢 就有这种书的福标题 就是可能 连出版社都觉得 最有卖点的地方 就是讲鬼故事 所以就各种跟神跟鬼的故事 跟动物跟鬼的故事 人又怎么变成鬼 又怎么变成神的故事 就在里面 等一下我们也会挑一些 你挑一根零故事来讲 然后最后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最 我最想要讲的故事其实是这个 因为我自己的老师 蔡志佳老师 非常关注记忆史的问题 就是记忆危机其实不是讲 它是一语双关 是第一个我们有失忆的危机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记忆一个危机 所以里面我们去挑了几个事情 包括二战 二战 日志 日据时期 包括屠杀的 包括紧急状态的 还有1969 五月学的故事 就这几个我们去讲这些记忆 怎样能够从这些记忆的那些片段里面 去把这些记忆保留下来 这些记忆是怎么被保留下来的 那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再讲述 就能够让它避免成为我们第一章的 那个历史的余境的那种情况 我们之后只能想象它 所以我认为历史的多元 就会带来跨域的本质 所以我觉得南阳史 其实就完全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因为它天然就是跨域的 只要我们愿意正视它的多元 那它就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接下去我快快的讲几个例子 所以算是报料一下这个书的内容 那第一个历史的余境里面 我去谈到的这个 在北干纳纳有一间庙 西安坡公庙 那西安坡公庙哪有完呢 因为它名字有两个写法 一个叫西安坎 另外一个就是西太阳的阳 那都有讲法 那西安坎是一个误会 跟阳的关系一切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北干纳纳这个庙 西安坡公 是从过去的一个港角 西安坡那边牵过来的 因为北干纳纳是个新村 牵过来 这个西安坡公庙里面 有一块牌匾 而这个牌匾的年份是道光秉升 这个牌匾在当年 南院的郑梁树老师阿华尔老师 做的这个超人死要调查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已经看到这个牌匾 但是当时他们在里面写到说 这个牌匾的年份呢 跟我们对港角的认知 对港主制度的认知有 难以解释的部分 所以他们就谈 那我就觉得 我反而我就一直放在心里 我觉得 这个 这不就正应该要去谈吗 因为他跟我们港角认为说 1844年才开始有很大的差距 啊 为什么那边会有一个1837年的东西 那后来呢 是 后来那是几年前呢 我一个同学 现在北大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徐冠冕博士 他 翻译了一份这个荷兰人的资料 然后这个荷兰人资料里面说 其实在奋争哦 在18世纪后期是有华人活动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让奋争 地区在1837年出现一个牌匾 一个什么样的牌匾 的可能性增加了不少 所以我这一篇里面就有愿文的就讲 其实我们过去觉得没有可能的 不可思议的 这个牌匾会不会是假的 那这个问题其实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 我们是很多 有很多机会能够重新去讨论它的 那这个东西的意义哦 如果说西 我们这个荷佛历史的都知道 如果1837年这个牌匾是真的 那其实港主制度 我们港主制度对整个荷佛的发展的 历史的一个重要性哦 不是受到挑战 而是我们要增加多有可能性 之前是不是有别的经济作物 有别的生活 或者更早前有另外一群人 在混着那个地方从事了钢蜜胡椒的种植 关键在于它的那个落款 仿狼种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到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最近我好像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新的说法 如果我们再等一下 就可能是某个地方的名称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仿狼种什么意思 那当然我们希望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透露一下 可能你爷爷也有托付给你们 仿狼种什么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有一个 可能很有突破性的史料 就在我们身边 今天就还在比安娜娜 今天就还在比安娜娜 第二个题目呢 就是我讲的编加团的故事 那编加团的故事呢 我是去看他们的一个 其中一个是讲 我去看他的妈祖的各项 每三年就要去新加坡的天福宫那边 去幻香一起 可是问题不是幻香这件事情 问题是当他们要幻香回到 四湾的妈祖庙的时候 从哪里上岸 在过去的时候呢 这些人会从隔壁的另外一个村 三湾的海边上岸 但现在石化工程真地 那个三湾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必须要从四湾上岸 那上岸则走哪里 走哪一条路回去 所以这些全部在当地的人来说 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妈祖的香火 他属于是妈祖的 属于是港内的香火 港内妈祖的香火 所以他要上岸的时候呢 经过的地方 就是他香火庇佑的地方 或者跟他有关系的地方 而在我自己的研究里面 我发现他在山湾上岸 不是因为山湾比较好上岸 山湾上岸不容易 因为第一 他还没有礁石 其实正好是因为山湾跟四湾 过去都是赵安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本身 这个各乡上岸的这件事情 是跟当地的方言群内部的细分下的 当地的邦群是有关系的 赵安人 当然我故事里面还会写另外一些 近江人的故事 他们都在四湾这个村里面 那他们有两套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的操作 所以这个是整个我的 在这个变江南的案例里面 我去谈的 就是说从这些细节里面去看 他们怎么看待他自己 那我们过去 常常对华人的这个邦群的区分 都是用我们很熟悉的 什么潮州、福建、广东 那是像这个在四湾这个地方 近江人跟赵安人 其实都可以理解回福建 一个是属于潮州福建 一个是属于福建福建 方言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样子其实就已经构成 他们有两个很大的差异 那讲回兴杀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说我们怎么在 现有你知道的史料里面 进一步去发掘 这个项目是在广赏会馆的 广赏文物馆上面保存的一个项目 据老前辈说是在仓库里面找到的 那这个项目很奇怪哦 因为这个项目的年份是1891年的一个项目 然后非常的大 这个项目是比现在如果 古庙所有的项目都还要大 可是它在广赏的仓库里面 然后上面呢又写的是 玄天上帝广赏 供奉的神是关公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呢 过去有很多讲法 我听过的讲法就是 以前要送去古庙啊 可是字写错 因为不是写原天上帝 是写玄天上帝 所以古庙不收 所以现在就放在广赏会访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故事啊 那这个故事我就觉得有点不太 我觉得不太能够说服我啊 这个因为字写错可以改的 这是铜炉它可以磨掉可以改的 因为这个炉真的很大 所以后来呢我去翻查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种可能性啊 因为1890年的时候 黄雅福其实已经拿到了 这个烟酒的这个专营权 就是黄雅福村已经拥有 就是所谓的东方蒙蒂卡罗已经开闭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而罗佛古庙游生最早的记录是1888年 可能更早以前就有 所以当黄雅福拿到了这个开闭的这个专营权之后 1890年他已经肯定拿到了 那在1891年有一个叫做福星鸦片公司 从广州订回来的香辱 我就而且出现在黄雅福村范围内的广赏会馆的时候 我就会相信我会怀疑他其实跟黄雅福那个时代有关系 而我进一步大胆的推测 他可能跟游神有关系 就是我里面的书里面提出的假设就是 这个香辅呢就是当时做出来为了仇谢神恩 放在黄雅福村内的一个祭祀的香辅 但你说仇谢神恩也是太天真的 因为商业上它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只要摆了一个香辅在那边 游神的队伍就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 那这就是一个 就等于把游行带到你家门口 而这个在早期游神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把人潮带来你的商业区 让大家能够在那边既娱乐 娱乐完就可以看游神 这是我对游神以及黄雅福村整个东西 加上这块文物的一个重新的理解 所以就写了一篇文章 最后我敢再讲一个 那刚才鬼权也说了很多跟老虎有关的故事 我们老虎很厉害 那我们如佛呢老虎当然很厉害 因为我们厉害到我们有一个老虎的神 说红仙大帝 那红仙大帝 当然我们现在的一般研究认为 红仙大帝都是最早是在新加坡出现的 然后后来在娄佛 那基本上他就没有 基本上 就我们现在在福隆看到有红仙大帝没有 过来那是很富奇的 他基本上没有越过娄佛 基本上就是从廖内到新加坡到娄佛 又刚好跟交密种植的关系 所以又刚好符合像伟权说的 早期那个老虎满街肘的那个时代有关 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都有写过都有研究过 我是重新在阅读红仙大帝的传说的时候 我就发现红仙大帝的传说里面 关于他的人 里面一定会涉及老虎跟人的故事 那个人有时候是好人 有时候是坏人 有时候是打老虎的人 有时候是帮老虎的人 有时候是成神的 有时候是在修道的 什么人都有 人有很多种形象 可是老虎都是受伤的 就是永远都是老虎受伤的 所以我发现红仙大帝的传说里面 受伤的老虎是重点 而包括红仙大帝的传说 最早的记录里面也提到 红仙大帝的原型是三角白虎 而三角白虎就是受伤的老虎的形象 所以我从里面就提出了一种假设 其实红仙大帝 我们拜红仙大帝不是红仙大帝是那个驱除武患的神 而是红仙大帝本身就是那个武患的象征 它是代表我们人对受伤的老虎的敬畏之心 跟一种忏悔敬畏的那种 因为老虎就是北公嘛 所以老虎受伤 人对他是既怕又敬畏的 所以红仙大帝可能我认为啊 有一种可能他其实就是我们对老虎的敬畏 对受伤老虎的敬畏 同情的害怕的那个心情 然后最后他形成了一个神的形象 这个是我从文本的传说文本 因为我发现这些传说文本就有这种特质 所以我从这边在女神去讨论 那最后一个是跟我妈妈有关的 1969年 当然我妈不是这个武患山的受害者 要不然我归出神了 所以这个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1969年的时候呢 新山其实那一个晚上 5月13号的那一个晚上 新山发生一场火灾 那个火灾呢 就在新山的沙林街加上沙林 有一间扶角楼着火 然后找我妈就离那个扶角楼呢 好像他就住在扶角楼后面那些屋子 所以他就从他小 他那时候还在读中学 1969年读中学 对喔 所以1969年读中学的时候 他印象很深刻 他印象很深刻 我就把 那我听了这个故事 我就叫你把故事讲出来 我就跟他的故事讲出来 我就把它写在里面成为 整个厨里面的最后一章 也是献给我的母亲 我母亲还在喔 所以我又把他的故事写下来 因为我觉得那故事很有趣 是因为他 他其实是在从一个普通人 一个当时一个中学的一个女孩的角度 去看他那时候的513 那那个513是一个 都听说当时北边在烧乱 我们心上会不会有事不知道 那半夜着火 半夜的这个着火呢 隔壁邻居的马来 马来妇女在哭 心上我们心上 我们不同的种族关系都很好 我们不可以发生那种事情 所以那个东西在我妈印象就很深 那后来这件事情 跟我们一山的种族暴动有关吗 没有关系 还有跟另外一个 那个时代的事情有关系 就是当时的南洋鞋场的罢工有关系 因为被烧掉那间屋子是南洋鞋场的经理人家 然后他的女儿又被烧伤 所以后来又很多别的故事出来 所以这个1969的火 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南洋书写 其实突然间走向沉寂的那一个时刻 那我觉得这种故事 这种随时会被遗忘的记忆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我们做这种史话书写 既是我们史话书写的优势 那同时也是我们史话书写的一种任务 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全部如你来一个华丽的结尾 是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两个讲的分享的 其实都是故事啦 因为我们都希望说历史并不是一个很深硬的东西 我觉得历史就是来自民间 而且那些像刚嘉昊讲的有传说 然后有很多的 而且这个传说里面呢又好像 你在看那种真看小说一样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解谜啦 那这种解谜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我们用的东西 也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而很多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包含可能可以 可能该一些柔佛历史的东西 就在北干纳纳 包含可能我们在讲过去 哇以前有老虎啊历史课本 讲到这个地方 这多么的危险啊 可能你走进柔佛古庙 看到某间大地 它一定是多么的靠近 我们讲到五一三事件对不对 柔佛有另外版本的故事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回到我们的书腰的 新南洋史几个字啦 其实我们并不是讲说 这个新南洋史是一个 我们就很新 然后有什么样的南洋史就很旧 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 二元对立的一个划分 然后呢 大家也会看到说 里面的所谓的 什么摆脱韩族中心啊 摆脱中国中心 其实到底摆脱了 会去到什么地方呢 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两个的故事 就会发现到 那摆脱了过后 我们就回到马来西亚 从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本土 然后再出发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新南洋史 或者我们这个 这两本故事书里面所要讲的 那这样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 我觉得委权总结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讲座时间 也差不多到了尾身 那我跟各位先提醒一下 我们最后还要请大家来后面 跟我们一起来一场大合照 那在我们到那个大合照环节之前呢 那我们就巡礼先请问一下 在座有没有什么交流啊 或者提问啊 如果没有的话 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当然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就到这边了 算是一个圆满的螺幕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的地铃 最后我们还是要欢迎大家 过来一个合照 所以谢谢各位 谢谢委屈 还有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协办方 非常感谢 南方沙尔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